HELLO 各位好,我們很久都沒有回到這個囚禁之館了 上一次玩都應該是...有沒有半年前呢? 應該差不多半年前了 突然想玩回,因為近期都沒什麼遊戲好玩 玩回一些比較推理,比較冒險一點 我Save 就很不幸地不見了 我就已經重新打過了 現在就是打到第二個人 打後第三個就是這個獎女 然後就要找女主角的... 問她是不是要拿鎖匙,我們看看是什麼陰謀 這裡有一部分都看過 OK,她就要看CM,即是這個廣告 好,我們去片段準備 好,我們馬上開始了 第三章,悲觀的愛 好了 突然之間都想玩回一些推理型 照相約好跟這個露莉亞去了她的房間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劇情 都可以看回我前幾集 我大概是玩到這一集 沒錯 歡迎來到我的房間 房間擺放了一些令人無骨悚然的植物 嘩嘩嘩 嘩嘩 旁邊的牆邊的龍好像養了大量的老鼠 咦?做什麼? 咦?沒什麼? 幸好是那些老鼠 你養了很多老鼠 是不是你的寵物? 寵物? 我養老鼠做寵物? 咦?你覺得我會養這麼髒的腦子? 那腦子又蠢了 咦? 我不是問了一些不應該問的 你把老鼠當作我的寵物嗎? 嘩嘩 你雙手都有幽默感 啊,幽默感? 那些老鼠哪有可能是寵物 嘩嘩嘩 太有趣了 有時以來 有新以來 第一次少得這麼厲害 既然不是寵物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那因為 他拿了一隻老鼠 你要做什麼? 當然是做這個 另一隻手拿起刀 然後刺下老鼠的身體 這個人在做什麼? 我會好像這樣 先讓老鼠沾滿鮮血 然後這樣做 然後丟到植物裡 嘩嘩 嘩 只有植物抹大口吃了老鼠 這些老鼠是我心愛的植物小加巴裂的治療 加巴裂? 對血的氣味作為反應 吃了發出血腥味的東西 很可愛 對 那我們開始正題 將你叫來這裡的目的 是想讓你實現我的願望 從現在起 絕對不可以跟別人說 我知道了 我呢 我想和命中注定的王子一起跳舞 命中注定? 和王子跳舞? 是啊 做什麼好奇怪 沒有什麼奇怪 你不會覺得王子看到這種醜女覺得很噁心 我沒有這麼想 真的? 好像那些這麼陰暗的女人 想戀愛 真的不知廉恥 不知羞恥 你是不是在想這個 我說過我沒有這麼想 總之 我如果能夠和命中注定的王子一起死都無所謂 倒不如說沒有王子的世界沒有任何意義 所以如果你把王子帶給我 我就馬上把鑰匙交給你 是啊 這個是陷阱 你一定覺得有說謊 你覺得王子是我設的圈套 然後真正不得殺了你 那個 我說的是真的 認真的 絕對不會說謊 我知道了 恐怕是真話 那你理想中的王子是什麼樣子 就是這個人 拿了一本故事書 這個人 是不是感覺很奇怪 也不是奇怪的 但是這個故事書 王子是空想出來的人物 什麼話 你剛剛說什麼話 我說是故事書登場人物 而實際是沒有的 你 說什麼話 我可以不要侮辱王子 對不起我不是侮辱的 王子在地下想出來 你真的令人火大 可能有生意來 你第一次這麼生氣 那個 如果你小看王子 我就立刻做下你 糟糕了 要拿什麼藉口 對不起 我還沒見過這麼英俊的人 所以不敢相信這麼英俊的人 真的存在 你覺得二十足沒有這麼英俊的人 糟糕了 他好像更生氣了 對了 他很有型 竟然能看得出他有型 真的有眼光 太好了 看來他心情似乎變好了 多謝你的誇獎 帶王子來到這裡 OK 我知道了 再提醒 如果明早沒有帶來 我就立刻殺了你 怎麼會這樣 我一個難以等待的女生 你明白嗎 好 他說他想見王子 什麼 這個是什麼展開 原來他想見故事書裡面的王子 不知道他腦子進入了什麼水 你們兩個其中一個要我幫忙 做一個打扮王子的模樣 什麼 什麼 我沒有其他辦法 故事書裡面的王子肯定不存在 我也只能採取這些手段 給我所有的東西 我理解 對 仔細一看 人穿的褲也跟他很相似 真的 王子就是人來做 等等 先不要擅自求求你 人一次 希望你坐一臂 OK 讓我們實現 變成這個王子的計劃 本身的褲很適合 接拍下 就只有金色假髮 和紅色外套 OK 金色假髮 可能有頭髮 但我忘記了 OK 首先用金色頭髮 金色頭髮我記得是在... 三樓 三樓麗沙的房間 我記得好像有 對了 這裏 靜好就借用這個 完全拿不走 假髮有什麼黏在一起 再拉一下 還是拿不到 再用你的拉 好痛啊 不要拉我的頭髮 你也搶我的頭髮 好痛啊 我全部都要殺掉 借來用一用 這樣也不行 怎麼搞的 這麼小器 拜拜 好了 追不到外面 嚇我一跳 究竟是什麼人 突然很生氣 要想辦法拿個假髮 我想想要怎樣拿 咦 這是誰 哦 我廚房老 好啊 我們不要管這個 怎樣才可以拿到 哦 先打老媽 咳 拿到她的頭髮 哦 這個是什麼 他應該有話說一下 你找我有事啊 我真的會說 沒什麼好驚訝 你是不是想拿那個假髮 其實那個假髮 原本是我的 但是被那個模型搶走 所以我要拿回假髮 如果你拿回 我借給你一段時間都可以 不過你不可以硬唱 你會有人贏不到她 那天有怕蛇 如果被他看蛇 你一定會害怕 蛇 OK 蛇的話呢 摩爾福 摩爾福就是這間 大樓的 一個小孩 小孩 但已經死了 那他就是 喜歡養一些寵物 或者是一些 生物研究 可以當是 人體模型 XXX OK 然後給蛇看 問你怕味 一讀不讀 啊 拿去蛇出來 嘩 蛇啊 馬上賴了屎 這樣走 正蠢才 嘩 他連假髮都套起來了 走得不快 OK 接著就是紅色的外套 要藍的 去哪一間的房子呢 去穆勒 穆勒 穆勒的房子應該有料到 好 有沒有 摩在這裡 是外套 但是這個白色的 它是紅色的 OK 對了 要把它掩飾 現在它拿的外套是白色 現在呢 就要把它掩飾為紅色 而紅色呢 我記得我上次有沒有玩到呢 但是我記得 我記得在哪裏 那裏做 在廚房裏做 廚房裏有 染紅 有人暈倒了 你沒事吧 吉武 好像出了很多血 難道它死了 嘩 竟然還在山 沒事 只是睡了一睡 流了很多血 什麼 不是吧 你說這個 這個是蕃茄來的 我正在混著蕃茄 結果一睡 那些蕃茄全部都碎了 真的太黑了 OK 好像真正流血 用蕃茄說不定 等一下就可以把它染紅了 OK 好 來到這個蕃茄了 是不是來到這個廚房 好了 把外套放進去 就染紅了 不要隨便碰 很忙 不要打擾我 怎麼可以引走這個廚師呢 他不是可以引走廚師 因為我弄爛了蕃茄 下次再失敗就麻煩了 現在不是跟你說要準備蛋糕 你也來幫幫我吧 蛋糕呢 蛋糕杯後方的爐 希望你幫我看火候 OK 要幫他調火力 要不然就麻煩了 怎樣幫他調火力 這個 先看看 先看看 哦 對了 把木放在爐裡 然後放大火 然後就會加火 再打一會 嘩 嘩 現在已經聞到焦味了 嘩 這個蛋糕焦了 嘩 吉武 什麼 這個蛋糕也燒焦了 又弄我 我不會原諒你 快走 OK 我們可以把我的套染紅了 好 嘩 多完美 嘩 只要被人戴上假髮就OK了 最後 OK 好 但是我們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因為都比較長 我免得玩太多 我會忘記了 因為太多一些資訊 對 那我們下集回來繼續 我都會繼續玩這些 酬禁之館 因為玩回一些劇情香的遊戲 對不對 一旦都沒什麼特別遊戲好玩 所以就玩回這個酬禁之館 填回這個限制 補回這個系列 沒錯 喜歡的記得按LIKE 還沒訂閱記得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